本來是這樣 記得喔 如果說你要寫那個防呆機制的話 請各位注意喔 一定要寫在哪裡呢 請你寫在 這一些事情 做這些事情的上面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寫在下面的話 那你已經輸入了錯了 所以有點像你要坐車之前一定要先擋在 坐車前面 你不能說你坐完車出來再擋你 那你都已經到了已經走了 或你根本抓不到 所以記得那個順序應該可以理解吧 然後呢怎麼寫 這邊的話基本上 我們的邏輯這樣 if 所以這邊的話當然第一個你要想如果什麼呢 如果那個 什麼呢 其中一個 文字方塊那個叫什麼 testbox 1.test 就是那個裡面的文字如果是等於沒有的話 等於沒有的話 0.test OK 如果等於沒有的話呢 那要做什麼呢 然後這邊先打endf 那其實我們就做幾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 先跳出警告訊息 跟他講說 請輸入 因為1的話是姓名 請輸入姓名 再來的話就怎麼樣 所以第一個 我們如果 這個邏輯應該可以理解 如果他裡面是沒有填資料就寫這樣就好了 所以其實很多寫法沒有想像中那麼麻煩 那就跳出警告訊息 警告訊息叫message 縮寫msg box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messagebox 空一格 給他一根文字敘述 什麼呢 請輸入姓名之類的 所以我這邊的話 messagebox 請輸入姓名 之類的 然後清帳號一下 OK 然後再來的話 後面逗點看要不要加 不加也沒關係啦 這個 可有可無 後面這個是說你要不要加一些 小 小圖示警告 比如說我今天要一個警告訊息的話 就可以加 加一個什麼逗點之後 選那個vbcritical 那這個 沒有加沒關係喔 不過你想說這什麼東西啊 等一下我秀給各位看就知道 然後再來 Enter之後 他跳出那個警告訊息 那再來他做什麼 那我應該什麼 再跟他講說 你 哪一個 地方沒填 所以要把游標放上去嘛 所以其實你可以在什麼 把這個testbar 游標放上去 點什麼呢 set 剛剛有用過 set focus 好 Enter 所以跳出警告訊息 好 然後游標放上去 那最後還有一個動作 記得喔 底下程式還要不要跑 不要跑的 所以記得喔 怎麼樣 adist sub 意思就是說 因為 你沒有填資料 所以呢 我也 做了這樣 不能夠讓你程式繼續往下 所以 adist sub就跳到什麼 end sub去了 你不能 不然如果你少加 adist sub的話 他就底下一樣照樣執行 那等於你有檔跟沒檔一樣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 adist sub主要是讓程式不要執行 OK 好 那我們試試看 這個做完之後 姓名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姓名如果沒輸入的話 請輸入姓名 你會發現喔 這邊有個VBcritical 就這個 當然沒有加前面就沒有這個icon 這個 不加沒有關係 不過你想說 那我怎麼知道裡面 到底 這個 後面到底要加 什麼啦 其實 大概我用過要不就是XX 要不就是驚嘆號 逗點 驚嘆號的話 就是VB information 其他的話說真的 我也比較少用 因為他每一個 好像就是 大概後面有一些訊息啦 不過他那個按鈕 長什麼樣子 恐怕你也可以試試看 他有一些訊息 但是 不見得 是完全照上面 我習慣我剛剛講 就是VB critical的XX 就是 讓他有個警告的一個小圖示 好 那 這樣來的話 就是說 1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 請你把這個複製 貼到底下 這個做什麼 再把這邊改2 然後這邊改什麼 改答案 考核 然後這邊改成 2 再來就改3 改4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幾個文字方塊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什麼 後面這幾個 你就要再去做一下 在這邊有VB critical VB information 把它用貼的 因為這個 都一樣 所以貼 上去 再做修改 好 那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就防呆 就OK了 有沒有這個姓名 如果姓名輸入了 再來他就跳下 跳下一個 這個 答案考核 有沒有 再下一個 再下一個 好 好 等一下 我們下一個